赵丽颖凭借《风吹半下》中,许半下一脚,提名最佳女主角,于殷桃,孙丽,吴月,谭卓等人争夺事后,熟悉赵丽颖的人都知道,她曾提名过两次白玉兰,最佳女主角,第一次是凭借花千古,第二次则是,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,但由于竞争太激烈,赵丽颖最终都沦为陪跑。 七年三次提名白玉兰的赵丽颖,已经成功甩开了,同为八十五花的一众女星,在去年6月23日玩举行的,第二十八届上海电视节,白玉兰战放班将电力上,赵丽颖凭借,在电视剧《风吹半下》中的,精彩表现,成功抢占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,成为了唯一,一位八十五花入围的女演员。 这意味着,赵丽颖未来的竞争对象,将不再是,只是凭借人气和热度,确定地位的八十五花,而是如孙丽,吴岳,谭卓那样,演技和实力并存的大青衣们。 白玉兰班将典礼刚开始,在下午杨幂的粉丝,和赵丽颖的粉丝开丝了,在直播间骂个不停,蜜粉说白玉兰欠杨幂一个奖,银宝粉丝称赵丽颖有望拿奖,结果颁奖结果一出来,吴岳凭着县位大怨, 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,尽管最后赵丽颖未能获奖,但是赵丽颖已经成功实现自己的翻盘,证明了自己在演艺圈中的实力和地位。 毕竟在赵丽颖成为行业领军人物之前,很少有人会预测到,这样一个出身草根的非科班演员,能够超越很多科班出身的女演员。 大家都清楚,赵丽颖出入娱乐圈时,因为长相和学历,一直受到许多负面评论。 她圆润的面孔和甜美的风格,限制了她在演艺圈的发展,使得她很长一段时间内,只能扮演一些小角色,比如丫鬟、女儿、妹妹等等。 然而赵丽颖并不甘心,她深刻地认识到,如果一个演员没有知名度和曝光率,也就没有反击和批评的能力。 所以赵丽颖更加努力地工作,即使因为一些流言蜚语,或者因为说错一句话,或者握酒杯的姿势,被嘲讽为乡下女孩。 她也不愿停下前进的步伐,她比以前更加刻苦地学习角色,追求每一份进步,而非一味地追求完美。 正是因为这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执着,赵丽颖才能够从众多八十五花钟脱颖而出,成为一个以演技著称的演员。 从陆珍传奇开始,她的作品就被广泛认可和称赞,之后的花千古和口碑极高的电视剧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》,也使她两次入围白玉兰。 电视剧《风吹伴下》,似乎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,剧中赵丽颖饰演的,许伴下活灵活现,不再被吐槽的台词,以及对角色深入的理解和呈现,都使得观众称赞她的演技。 因此,赵丽颖入围白玉兰的是实至名归的,无论或将与否,赵丽颖都实现了地位和演技的完美逆袭。 毕竟在此之前,大家都知道赵丽颖并非课班出身,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大的努力,也只有她自己知道,赵丽颖自从出道以来,就因为长相、学历、出身,遭受到很大恶意。 但是现在她凭借自己的努力,多年来一直钻研演技,成功打破这些刻板印象,当其他85花还在红毯上炒作,找借口排挤对手时,赵丽颖已经看清了自己的目标,那就是演员。 所以在流量,占据核心地位的娱乐圈,赵丽颖凭借演技赢得了赞誉,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,这就是为什么赵丽颖的入围,是让所有85花都感到尴尬的原因。 赵丽颖在争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,但丢脸的却是杨幂。 在第28届白予篮奖的提名公布时,赵丽颖凭借风吹半下,再次进入最佳女主角的候选名单,孙力、樱桃等人和她竞争领奖台,而与赵丽颖被粉丝誉为最强竞争对手的杨幂,很快也登上了热搜。 因为作为粉丝们心中85花TOP的杨幂,至今仅仅获得过金英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,而没有其他重要的专业性奖项,这让她在媒体和观众中引发了争议,有人批评她,万花从中过,片叶不沾身,而对比赵丽颖,反差十分明显。 至于杨幂,这几年一直演古剧,转型也失败,脱离家行后,想努力融入证据,甚至自降片酬,无非就是想推出一部证据。 杨幂一直想进入电影圈,凭电影获奖,如果真这样,她的地位就牢固了。 杨幂一直都是网友公认的,85花顶流,但多次无缘各种奖项,杨幂的粉丝对此有些不满,他们找出了杨幂曾经获得的白玉兰奖,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人气女演员奖,与演技没半点关系,也没有任何含金量。 随后,白玉兰奖取消了这个奖项,并规定了所有奖项,由专业人士评定。 因此,以至于最后杨幂不仅没被夸,甚至被人业余是奖项粉碎机。 其实,这几年杨幂的作品数量颇多,但质量却未能以原注意,评分也不高。 比如他和徐凯主演的《爱的二八定律》,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一个满脸疲态,表情做作的人,怎么可能饰演一个精英律师呢? 有人说杨幂是被公司拖累,毕竟他以前的角色,不论饰演哪个,都能让人轻易辨认出来。 然而,娱乐圈竞争激烈,为了赚钱,杨幂不得不频繁演出,这逐渐地磨灭了他的演技,导致他多年来的表现,都无法赢得大众的认可。 杨幂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也是个谜。 但从他近年来的行为来看,确实在试图摆脱束缚,努力变得更好。 在一次采访中,杨幂提到,他现在开始更加注重表演技巧的提升,甚至会请教专业的表演老师。 尽管他现在的成就已经很高,但他依旧愿意放下身段去学习,这展示了他的积极和上进。 希望杨幂能够一直坚持,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,期待看到他的更多优秀作品。 赵丽颖再次被白宇兰提名后,有人就把他和杨幂、刘亦菲,相提并论。 这两年,几位85花都有热部作品,刘亦菲的梦华路,去有风的地方,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,风吹半夏,杨幂的爱的二八定律,谢谢你一生。 三人中,唯独只有赵丽颖风吹半夏入围,由此可见,赵丽颖与杨幂、刘亦菲,已经逐渐拉开了距离。 有消息称,赵丽颖将与雷佳音合作新剧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计划于2024年7月底开机。 这一话题随后成为热搜话题,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质疑。 赵丽颖作为女主,与雷佳音合作并不奇怪。 首先,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的故事主要为让男主经历的一系列诡诀事件展开,即使男主角选用新人,也难以压倒赵丽颖的表现,片方邀请赵丽颖出演女主,更多是为了锦上添花而非夺走主角的风头。 其次,雷佳音是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,凭借人世间,赢得了金英奖势力奖项。 相对于其他只有流量而缺乏演技的小花和小声,他拥有官方认可的实力。 再者,雷佳音拥有多部代表作品,无论是收视率还是票房,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 此外,雷佳音背后一直有资本的支持,他从一个小配角逐渐展露头角,每一部都有团队的策划和支持,这背后体现了资本力量的影响。 他甚至能够压制像汤维这样的大牌演员,因此赵丽颖无需感到尴尬。 刘依菲主演的两部剧,一部是古沃,一部是田园风格的剧,而杨幂基本都是偶像剧,自然是不会被入围。 赵丽颖如今都已经转型开始演证据,而他们却还在偶像剧中打转,这或许就是区别。 赵丽颖的国民度一直很高,当年花千古大暴,是真正的现象级暴剧。 后来又有,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,这样的经典好剧,知否现在更是被网友重刷恩变的电视剧。 在许多喜欢电视剧的观众心中,他与甄嬛传的经典度不相上下,比起一起提名的许多戏骨。 赵丽颖的确年轻资历尚浅,但这并不能否认他的实力。